你要学会这个做法,早餐就简单多了 250克的普通面粉加一小勺的食盐 用130克的心水和面 边倒边搅 搅成絮状之后,再用面团把碗盐插一圈 这样揉出来的面盆是干净的 然后下手揉面 干手下去揉面,这样就不会粘手 只需要揉成团就可以了 可以盖上洗一会儿,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揉搓 像洗衣服一样,把它揉搓均匀 像这样的力度很容易就能够把面团揉光滑 然后收圆 撒一点干面粉,表面也撒一点干面粉 搓一下,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稍微擀薄一点 厚度大概是0.5厘米左右 擀好之后再切成四份 然后再切成小长条 盘子上面抹一点油 把切好的面条放进去 表面也喷一些食用油 让每一个面块都不粘连 然后用保鲜膜盖上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碗 第二天早晨直接取出来 这样就省了揉面和醒面的时间 取一块面饼,按扁,然后两面拉长 想要薄一点可以放在案板上面摄一下 水开之后把面条给下进来 用筷子拨动一下,完全不会粘连 把面条给煮熟,然后捞出来,放进碗里 加一点蒜末,葱末 我用的是这个油泼面的调味料 吃起来真的超级的香 倒在面条上面,用烧开的热油泼一下 然后再拌匀 一碗热气腾腾的油泼面就做好啦 看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做好的面条筋道爽滑 喜欢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拜拜